很多想要创业的民众可能因为缺乏经验 常常会陷入这个万事起头难的痛苦 所以这个经济部商业司就特别开办了 虚实开店辅导巡回列车讲座 从今天开始一共有无常的演讲 请来了有经验的创业过来人来传授实战的经验 22K魔咒让年轻人越来越不想领死薪水 经济部商业司开办创业课程 邀请有经验的过来人教年轻人该怎么开店 第一个 找对目标消费者 然后针对他要的客单价 商品口味 然后商品包装 跟他习惯的商业行销模式 以学生来讲的话 我真的也是认同带懂 3万的钱不要放太多在身上 因为你真的创业一失败 可能是几十万 几百万 把你的人生也毁掉 应该就是好好的投资专业 投资眼界 这是我所认同的 来 张连舞池 除了投资自己 创业前辈也勉励年轻人不要耗光骛远 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才能走得稳 再加上年轻人的创意也能飞得更远 学想说你要做咖啡 先写出 先写出 练习写出 一百种咖啡的口味 或是一百种咖啡的用途 你写完之后 你会很清楚你可不可以做这个行业 有专业之后搭配创意 创意展开 然后这两个结合说大概有一个走的方向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一些很新的想法 应该可能会网路开始吧 福岛列车从20号启动 从台北到高雄一连举办舞场 有了过来人的建议年轻人创业可以更踏实 有今天TV前天群 陈希文台北报道